国足更换主教练大变天 李肖鹏八个字彻底否定了李铁 不懂得重用市民规划的外源 那真的很愚蠢 那么李铁他下课了 辞职了 接下来换成了李肖鹏 国足有没有机会翻身呢 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按钮 感谢大家 我们认真跟大家分析分析 国足在过往的比赛当中 大家能够看得出来 世界杯比赛呢 原本我们有很大的机会的 因为我们拥有了什么 规划的外源 规划外源呢 一共花了多少钱 八点七个亿啊 规划外源包括了埃克森 阿朗 洛国富 三名核心的前锋 哪一名不是高手 哪一名不是很拿得出手 很拼 很敬业的选手 尤其是洛国富跟埃克森 洛国富真的 为了我们国足能够赢球 能够取胜 他在球场上啊 基本上呢 整个人飞出去 把球给挡住 飞扑出去啊 挡住对方的床球 洛国富呢 也经常呢 基本上呢 用尽了体力去充斥了 哪怕说洛国富呢 他后来被铃铁给放下了场 但是他还觉得 太早了 没必要把我放下去啊 洛国富他觉得 我还能够拼啊 埃克森呢 他此前代表我们国足啊 面对光导的比赛 当时呢 打了7比0 我们在现场呢 为埃克森欢呼的时候 那么埃克森呢 也是很有礼貌 而且很敬业 他也是 拿起了国旗 真的是很自豪 很荣誉啊 所以 另外呢 还包括了后卫线的蒋光泰 还很年轻 第一铁位啊 市民规划的外员 各个都很抢手 各个都很厉害 但是铃铁偏偏就不会用 所以呢 现在 主教练呢 铃铁 他就在一片的争论当中 提出了离职 那么铃铁呢 他也有点无奈 表示到了 接下来呢 不会再去打扰到国族 还有旧族协会了 也就是呢 不再带麻烦了 希望呢 下一任主教练呢 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现在呢 新一任的主教练 大家都知道了 他就是李肖鹏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国族队伍当中呢 那么当任主教练呢 大部分都是当年 我们国族 打进世界杯那一届的比赛 然后呢 现在呢 回归到国族 来当任主教练呢 铁铁也是 现在的李肖鹏也是 也是当年 我们国族 打进世界杯的那一批球员 所以呢 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差的 但是呢 要说带队能力啊 那真的是值得商讨 而李肖鹏呢 其实他的潜力会更大一些 我个人比较看好 因为李肖鹏 他在球场上呢 他以往 在我们国族队伍 他踢过世界杯 带领过国族呢 也是拿到过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起码我们当时呢 真的是发挥的很出色 那么现在呢 李肖鹏 他在采访当中 就表示到了 八个字 争议比较大 他跟李铁真的不一样 李肖鹏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表示到 我们国族是 非主流 那么他跟李铁 所表示到的 很不一样 李铁呢 之前表示到 我们国族 跟俱乐部呢 有很多优秀的球员 而且呢 也包括了很多主流的球员 包括了吴磊啊 张玉宁啊 也是在 欧美联赛 在欧洲赛场去打比赛的 很厉害 很出色的球员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球员 李铁他之前表示到的 但是呢 现在李肖鹏表示到 我们是非主流 没有说 有特别出色的俱乐部 跟球员 那真的很少很少 所以呢 李肖鹏他的表态呢 会更加的真实 很实在 确实嘛 我们的俱乐部 我们的球星 对比起欧美一些国家 真的很少很少 基本上呢 真的是要抓紧 从年轻的时候培养起来 从俱乐部 从球星 从他们有潜力的时候 把他们给打造起来 要加入到更多的资金 那么李肖鹏呢 起码他上任之后 当任国主的主教练 起码他比较实在 比较务实 接下来呢 我们国主的规划外援呢 相信在李肖鹏的手上 会用得更好 起码要比李铁更好 也相信了李肖鹏 带领国主能够崛起 我们期待国主 有崛起的那一天 大家是否看好 李肖鹏 还是说李铁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尝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我们下见